在看什么书 翻转人生的一百个小提示 励志书 说人生态度的 好看吗 何我意 每一篇围绕一个思想态度进行阐述 文字不多 每篇大概五百字 三言两语足以给我一些启迪 可以说耀言不凡 哈 什么凡 你再说一遍 耀言不凡是一句成语 只说话写文章扼要简明 不啰嗦 哦 耀言 应该就是简要而又切重实际的话语 是的 不凡应该就是不凡多不复杂对吧 是这个意思 不过你这么说 我猜你是把不凡的凡 想成凡杂的凡 也就是繁荣繁华的凡 是吧 不对吗 不是的 耀言不凡的凡是烦恼烦死人的凡 哦 得写作烦恼的凡 要言不凡 说话写文章扼要简明不啰嗦 繁杂琐碎的细节能免则免 知道了就是说重点嘛 我刚看的这一篇我刚看的这一篇讲述错过这个词作者说错过在英文是miss 马来文是中文的错过错是对的反应过就是过往过去当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 错过这个词好像总能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错误已经过去了 而英文的miss仿佛在提醒我们即使错过了仍会想念它 马来文德勒巴斯中的勒巴斯除了是放手也是过去的意思 挺有意思的 我都没注意到呢 所以啊古人很有智慧早就悟出了人若错过了什么必然有想念的思绪情绪 当下觉得惋惜是必然的 可是就在我们觉得惋惜的那一刻它已经成为了过去 哇这是哲学吧 作者说如果你一直紧抓着惋惜的情绪 你就会一直停留在错过的那一刻而不会过去 这样你只会继续做而不会过 那么你就会一直错过你的现在 怪不得你这么喜欢这本书 看完借我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是既是标题又是结语的文字 比如这篇 可惜的不是你错过了 而是错过了你还觉得可惜 嗯 耀言不凡 句句众肯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玲撰稿 李玲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我们下方脸地这ופ